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基本上接触到的一切的东西都被政治化了 不管你是说电视节目也好 或者是白宫在座的这些行为也好 或者是明星歌曲 网络上看到的所有东西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咖啡店餐厅 这些都带有政治的标签 所有我们基本上能接触到的信息都带着意识形态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有害的文化和有害的意识形态 彻底的侵入 那当人的价值观以及对事情的判断标准不是从圣经来的时候 那人就变成了最容易被文化洗脑的对象 现代人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是来自社交媒体 也可以是来自影视明星 也可以是来自那些所谓的像福奇博士一样的专家教授 稍微严谨一点的朋友呢 还会去查一查字典 那字典呢和我同龄的或者是比我大的人呢 以前这都是很熟悉的东西吧 非常非常厚的一本大书 那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呢 这个字典它就是一个权威 是所有对于未知的词汇 我们都是靠着这本书来查询 那字典里面呢包含各种的生辟字 以及对于各种字和词的定义 而且为了方便理解 下面呢还会有例句 让你知道这个词呢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面使用 而且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书本的字典去看了 那这些字典呢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 只要在网络上面查就可以查得到 但是如果字典也被左派的意识形态掌控 会发生什么事呢 剑桥字典最近更新了男人和女人的定义 现在在剑桥字典上面搜索man 男人 第一个解释就是一个成年的男性人类 第二个解释就是一个成年男子 虽然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性别 但是他们仍然是男性 下面举的例子 这个例句里面写说 马克是一个跨性别男子 括号 出生时被认定是女性 另外一个例句说 他们的医生鼓励他们在接受变性手术之前 先把自己当作男人生活一段时间 那么对于woman 女性的这个词 这个词的解释呢 跟男性来讲 想想也差不多了 那第一个解释呢 就说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性人类 那第二个解释呢 就是一个成年人 她认为自己是女人 她就是女人 尽管她们出生的时候 可能拥有不同的性别 那下面的例句呢 写的就是 她是第一位当选国家公职的跨性别女性 第二个例句写的是 玛丽是一个出生时 就被分配为男人的女人 所以这个词典呢 她不光解释不清楚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而且通过这次查询呢 我也发现 哎 剑桥词典到底有多做 他们明明可以在造句的时候啊 用这些词造一些非常正常的句子 因为造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明白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而且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可以使用 而且是怎么使用 可是他们就非得玩觉醒文化那一套 非得把好好的句子都给你带上意识形态 就在女人这个词的下面呢 就会出现很多女权主义的句子啊 比如说像英国的女人第一次投票是在1918年 她是爱尔兰的第一位女总统 我们的警察局长是一个女人 我们的市长也是一个女人 哎 他们就非得把这个女人呢 跟当官扯在一起 好像这样呢 什么女警察呀 女市长呀 女总统啊 这样就代表平权了 好像就代表女人在社会上面有地位了 其实呢 在我看过所有的这些 就是我认识的 或者是我见过的这些女性的候选人里面 我最反感的就是打女权牌 说什么 如果我当选了 那我就是第一位女性州长 或者什么 如果我当选了 我就是第一位黑人女性什么什么什么的 左派这么说也就算了 如果这个人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保守派 然后他还这么说 那我就只能是无语 而且我也不是很愿意把票投给这样的人 因为这完全就是在推崇左派的一个意识形态 一个人 是男人 还是是女人 你都没有办法保证 他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不管他是警察也好 或者是市长也好 这个都跟性别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在意的是 你是不是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 而且你是不是有能力 能够胜任 并且你是不是有良好的圣经价值观 来做你形式的标准 左派在制造这些性别的纷争 就是让女人感觉到说 哎呀我自己不受重用 我是一个受害者 女人在社会上面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如果你去看竞选名单的话 为什么当官的女性比男性来说比较少呢 为啥呢 因为女性参政的比例就是大大低于男性的 男人当官当得多 并不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女人不当官也不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而是因为报名的男性的比例就比女性要高的很多 所以你看现在的字典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 让女人看完了之后说 啊女权主义的东西就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了 就感觉啊我是一个受害者呀 女人要雄奇呀 女人要当官 当官才证明我们在社会上面有地位 真是这些东西看多了之后 潜移默化的都会留在脑子里面 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的话 你就是会觉得他说的那些东西是对的 而且这些思考的逻辑还有方式就会被留在脑子里面 所以如果呢大家要是有猎奇的心态 有兴趣还可以去查更多左派非常喜欢的词 在这个剑条字典上面 或许你还会发现有更多的精细